佛说 人间佛教 好像很沉重的课题 但是我们先来听一下 星云的文章里面是这么提到的 那生命是可以锻炼创造的 在冰天雪地里生存的人和动物 那自然也磨练出 坚毅忍耐的生命力 一株墙头草 一朵路边的野花 它们在狂风中展现雄姿 也可以看出生命的力量 那生命之所以有力量 在于能为生命留下历史 为社会留下慈悲 为自己留下信仰 为人间留下贡献 因此生命教育最重要的 就是指导学生如何尊重生命 如何活出生命的尊严 如何创造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尊严是人生最大的本钱 做人最怕尊严扫地 现代人不但要活得有尊严 甚至提倡安宁死 即使死也要死得有尊严 尊严不是傲慢 它不是自高自大 那尊严也不是匹夫之勇 不是自以为是 尊严是在强权之前 不屈服 不妥协 坚持自己的立场与原则 保持自己的人格与操守 人除了要活得有尊严以外 更要活得有意义 有价值 蒋中正先生曾说 生命的意义 在创造宇宙寄起的生命 生活的目的 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福祉 那毛泽东也说 世间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在他认为 人生价值在于对社会 对人民的贡献 而不是向社会索取 因此他非常强调 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 就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而佛教则认为 生命的意义 在于增建人生的真善美 在于懂得永恒的生命 人的色身虽然有老死 真实的生命是不死的 就如鲜火一样 更续不移 因此 人生的意义 不在于生命的久长 乃在于对人间 能有所贡献 有所利益 例如 太阳把光明普照人间 所以人人都欢喜太阳 流水滋润万物 所以万物也喜欢流水 一个人能活出意义 活得有用 生命就有价值 总之 浮游遭生息死 人生百年难在 但是身体即使朽坏 死亡了 也不是生命的结束 所谓啊 念天地之幽幽 感生命之无限 生命不在于长短 而在于活出什么 拥有什么 尤其如何开拓宏观的生命事业 深化优质的生命内涵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道德观 价值观 这才是提倡 生命教育者应有的省思 不晓得你从这篇文章里边 听到了哪一个重点 是你觉得 跟你的生命经验相符合的 我看到的其中一句啊 就是 生命之所以有力量 在于能为生命留下历史 为社会留下慈悲 为自己留下信仰 为人间留下贡献 当然 以我个人的这个主持工作 或者是工作经验 我不敢说 我可以为人生贡献了什么 或者是为这个社会 留下了哪一些贡献 当然 我自己是这个 早期是电台DJ 那其实 要当电台DJ的 这个主持人的梦想 是我在中学时期啊 就已经有这么一个梦想了 因为我一直希望说 啊 听众啊 能够透过收音机广播 听到我的声音 再说话 就是那么单纯的一个梦想 当然 也真的很感恩 所有的好音好源的成就 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刚好就遇到了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国营电台 第五台 那时候叫第五台啦 现在叫IFM 那就是在做这个 征选的活动 于是呢 就有真的好几百人啊 去做这个应征 真的 真的一直很感谢 也很感恩 就让自己呢 有机会在这几百人 脱颖而出 然后成为其中的一位 当时在 整个电台的改革当中的 其中一位 新进的电台DJ 所以呢 当时候 当然这个梦想就成真了 好不容易就是 上课啊 被训练了 好几个月之后呢 我可以真的坐上主播台 然后透过广播 去分享我的生活 分享我喜欢的事情和资讯 简单来说呢 就是啊 可以一直在广播中 不断地说话 这件事情 就满足了我那 小小小小的 爱说话的欲望 所以呢 当时候 真的有大概 我看九年多十年的时间 我就是活在这个 小小的广播世界里面 因为非常满足于 自己的那个梦想嘛 就因为已经达到了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啊 就是我的声音 跟我分享的内容 可以抚慰人心 可以让听众 有所收获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一件事情 我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啊 时间久了 那就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模式 好像没有办法 去满足我当初 小小梦想的那一份成就感 可以甚至说 呃 很好恋的欲望 也可以这么说 当然听众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 见到面的时候啊 给予的那些鼓励啊 跟赞美啊 其实也让我曾经迷失过 当然我非常感谢 他们给予我的 这些赞美跟肯定 一直会说 哇 碧枝你的声音 好好听哦 哇 碧枝你做节目 好好听哦 就是这些 赞美的话语跟肯定 我也曾经有一度迷失 会觉得说 原来听众的这些 鼓励跟肯定哈 他已经让我听到有点 可以说是麻木吗 甚至觉得说 哦 你们的这些赞美跟肯定 嗯 就是门面画了 那时候是我心里面 小小的一把声音 然后后来 也经历了人生的 低潮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诶 其实在人生 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啊 我们是需要 学习新的事物 来自我提升的 因为我们不断地说话 不断地输出内容 而停止学习的时候啊 久了之后呢 他就会遇到瓶颈 然后甚至呢 没办法再 透过那个分享的过程中 找到那份满足感 于是呢 我就不断地去学习 新的事物 例如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或者是呢 学习新的知识 然后在节目中 不断地一边学习 一边透过我学习的东西 然后再分享 我懂的 我体会的 然后后来就开始转变 即便我还是用声音 跟分享内容 在广播上 跟很多的朋友 去结这个善缘 可是后来 我的体悟就觉得说 即便我还是依旧用声音 跟内容 来抚慰人心 可是呢 我多了一个想法 就会觉得 如果哪怕有一日 某一个时刻 任何一个听众 可能他就遇到 生命的一个低潮期 听到我说的一句话的时候 给他带来一定的动力 跟鼓励的话 那我就觉得说 嗯 那个就是我做电台DJ 最大的一个成就感 就是在那个阶段了 那后来的后来啊 不断地学习的时候 你也有机会认识到 我们就是佛光山提倡的 行三号 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等等的 那我自己就用 我自己的那个工作经验 去硬核 觉得说 对耶 真的就是要自己 先存了好心 动了这个善念 然后我口说出的好话 他才能真的帮助到 有需要的人 同时当然也要在 生活中的每个细节 每个言行举止当中呢 是做好事 等等 所以虽然简简单单的 行三号 可是他对我的生命来讲 他就是一个无形的 甚至是有形的一个动力 跟那个中心思想啊 我入行 其实也要满20年了 年数的累积 当然他就是用时间来达到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我在这个20年当中 我有没有真的旅行 当好主持人这个身份 然后口说好话 让人心生欢喜呢 即便没有人来告诉我说 哇 你的某一句话触动了我 哇 你的某一句话 让我开始有转念 他不需要告诉我 但是呢 我坚持好自己的那个 做主持的原则 就是每说的一句话 都要让人心生欢喜也好 或者是让他有所领悟也好 这个我觉得呢 我自己才是最大的获益者 生命来到这个阶段 我自己觉得 这个就是我不断地 为自己的这个工作 主持人这个身份呢 创造的生命价值 而你自己呢 你为你的生命 创造了哪一些的价值 如果有机会 我们面对面的话 也欢迎你让我知道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将佛法生活化 生活佛法化 欢迎你分享 我们佛悠Podcast呢 给身边更多的人认识 祝愿我们都 发喜充满 福慧增长 佛说人间佛教